工作人員頂著大太陽在貫穿西澳沙漠1400公里長的公路上 拿著精密儀器沿線尋找 但就是找不到這顆大小與豌豆相當 影響力卻宛如核彈的迷你膠囊 澳洲礦產巨波利托集團近日受到承包商通知 一顆含有放射性物質的膠囊竟然在西澳洲運輸途中遺失 利托負起責任向民眾公開道歉 只是這顆膠囊大小僅有8毫米乘6毫米 要在遼闊的西澳洲巡迴簡直是大海撈针 而且膠囊裡頭更含有放射性物質色137 輻射含量等同於每小時照10次X光 危險不容小覷 如果你有接觸或接觸到你 你可能會有皮膚的傷害 包括皮膚的燃燥 過一段時間 如果你有接觸到你太久 你可能會有皮膚的燃燥 直到現在相關單位仍然努力不懈地尋找 利托也展開了內部調查以了解膠囊醫師的關鍵原因 而西澳洲部分地區發布了輻射警報 政府建議民眾若找到膠囊最好與它保持5公尺以上的距離 避免受到輻射污染 只是這顆膠囊至今下落不明 讓不少人人心惶惶 當局呼籲若是民眾發現膠囊千萬別以為自己找到整洗寶物帶回家紀念 環宇新聞薛珮軒綜合報導